我沒有做設計那個規劃 因為我其他原件還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就用剛剛最後的兩個原件來做 因為就是LED的就是感測的 然後它就是 它這邊寫的就是 你去靠近它多少距離它不是會計數嗎 然後我就讓它兩個同時就是比賽 然後它會比賽之後 它大於10的時候 它這個燈它的綠燈就會先亮 然後兩個都是一樣 然後大於20的話它的黃燈會先亮 然後最後大於30 就是大於30的話它紅燈會亮 然後並會說是A對贏或是B對贏 可是這個讓它跑完要一段時間 我試一下 因為我原本有語音可是它好像會亂掉 就是它的數值會顯示在這裡 因為我是用四個變數 因為這樣比較方便去看它的那個數值 然後下面這個已經到11了 所以它的那個 綠燈亮 對綠燈亮 然後我就直接按一個就好 讓它到直接到結束 然後它到21的時候它應該會換到黃燈 然後最後就是30 多少 30 對 對 然後它剛剛就 對 然後就會有 好 這個系統可以直接拿去教室用 欸 檔案記得傳上來 哈哈 好來 請說 感想的話就是 我其實跟那個聖文老師 其實是有點算是網路上認識 然後就是 那時候 就是聽說它有在教那個 那時候我是 那時候我是正開始用 只是我是用西寫的 我都是用西去寫的 然後 然後 然後後來就是 剛好 這次剛好有回來 然後就 想說來參加看看 就是 因為想說用 因為它這個 主要教學對象比較適合國小的部分 所以我想說 我想來聽聽看 目前這個部分做得如何 對 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